老头白发苍苍 年于古兮 行为举止疯癫 向游新生更是画出恶鬼罗刹 写下佛已乐在地狱 又用毛笔当武器 气功衣服在墨之内 墨水挥洒 四处横飞 处者皆伤 重者必死 江湖无一人不避气锋芒 清代某年野史记载 少林寺图谋反清复明 雍正欲止 要赶尽杀绝 一时间 少林弟子实不存一 少林俗家弟子方氏玉与师叔智能死里逃生 两人在荒漠侧马狂奔 身后蜻蜓爪牙一路紧追 师叔不慎摔落下马 方氏玉转身下马搀扶 抬头一看 师叔作祭早已了无踪迹 只得让师叔单祭逃出生天 方氏玉膳势花刀 根本无惧清兵爪牙 以一敌白势不可打 单人冲振无人可敌 头领雪弟子暴起发难 手中武器模样怪异 不过一看就是杀人利器 刀头一跃飞驰百米 杀人取头如同切菜 不曾想 方氏玉趁机抓住绳索 顺势将雪弟子拽落下马 后趁着混乱和赶来的师叔一同逃窜 身后喊杀声震耳欲聋 两人逃到一幕屋内 此时遇到年轻少女豆豆 豆豆不愿多作纠缠 一言不发 起身离开幕屋 正好看到大量清兵蜂拥而来 豆豆慌忙折返幕屋 三人一同躲避清兵 也逐渐熟禄起来 通过攀谈得知 豆豆是个为了讨生活流落青楼的风尘女子 如今家人已经离世 这才赎身返回家乡 同是天涯沦落人 师叔叹气 不如就此隐姓埋名 各自奔逃享受人生去吧 方氏玉觉得师叔没鼓起 自己身为少林精英弟子 肩扛光复少林的重任 当下首先要做的应是 豆豆 有空我到现在去看了 一日 三人正在酣睡 却被屋外震耳欲聋声惊醒 原来 清兵将军队中大炮运来 对着木屋就是一阵开炮 木屋承受不住大炮轰击 师叔被落实击中奄奄一息 方氏玉再次拔刀冲向清兵 可人力终有尽食 更何况还有豆豆和师叔当人质 方氏玉一身功夫无法施展 胁迫下只得弃刀投降 就算方氏玉如此妥协 雪弟子还是出尔反尔 手持花刀就将师叔杀死 方氏玉大声吼叫却是无能为力 两人被一同带到红莲寺 这里关押着反清复明志士 但寺外死尸道挂 骷髅成堆 佛像争吟 活埋者双手举天 都预示着这里是一个人间地狱 可牌匾上却读图写着人间仙境 红莲寺内 大量少林僧人被关押在此 在少林监视下为军队锻造武器 气氛压抑不见天日 监牢内典鱼长名叫神功 满头白发八十有六 看似已到古兮之年 老头刺神色悠闲举止轻松 放言任何少林弟子来到身前 便会放他离去 一位少林师兄忍不住 冲向木桥与爪牙翠和厮杀 翠和膳士关刀 师兄手带束缚 两人一番缠斗 师兄稍训一筹 刚想起身重整旗鼓 不曾想桥上帝次出现 脚上布鞋顶不住帝次锋利 师兄踩中陷阱痛苦不堪 方士玉气急冲出牢笼 来到桥上救得师兄离开 神功却暗中发动机关 妨碍方士玉救人 最终师兄掉落木桥 被大火焚烧 方士玉目标转向神功 先是用锁链抵挡翠和关刀 近身缠斗 趁机踢飞翠和 一鼓作气飞身冲向神功 中途却又被一人阻拦 手如虎爪迅猛伶俐 而此人也不是旁人 正是方士玉大师兄洪西关 方士玉痛恨洪西关 认贼作父 竟是化为蜻蜓爪牙 为虎作伤 方士玉亮出鹤海无悔 要为少林清理门户 洪西关也是打出鬼虎神功 少林两位精英弟子 以命相搏 虎鹤双行各为其主 方士玉趁机拔出地上铁毛 转头发力志向神功 不曾想 神功诡异的毫发无伤 直接将铁毛扔回 铁毛穿过木柱 正中腿部 方士玉重伤昏迷 战斗也是不了了之 为表扬红西关 神功将侍女律仪赐下 而红西关身为少林门面弟子 此番维护作伤 不是没有原因 他准备潜入敌阵 暗中汇出红莲寺地图 借此一举就得僧众离开 方士玉重伤 自然不能劳动 监牢中没有利用价值 被人当垃圾般丢在尸井 方士玉醒后 看到四周尸横遍野 不禁惊恐万分 可当方士玉一转头 竟是玉得师父至善大师 原来师父久居尸井 为求活命以老鼠为生 而老鼠吃什么 自然也不用解释 方士玉生死不明 豆豆万分交集 趁着神功纳他入仗时 提出要求放方士玉离开 为讨每人欢心 神功将方士玉带出尸井 治好他的伤势 豆豆感谢神功 因为他觉得神功通情达理 殊不知神功本性凶暴残忍 不高兴随手取下身边侍女头颅 时常汇出诡异鬼徒 更是写出佛已乐在地狱 豆豆惶恐万分 只能被迫从犯 另一边 红西关查探到 红莲寺军火库 可正暗中窥探时 不小心被翠和跟雪弟子发现 红西关跟爪牙翠和之间 也是不清不楚 翠和心目红西关 出面挡住雪弟子追查 私下放走秦郎 方氏玉伤势愈合 而生性脾气暴躁 自然和玉族发生冲突 与雪弟子约定 生死台一决生死 击鼓百阵 众人来到生死台 可让方氏玉没想到的是 信誓旦旦的雪弟子没出现 却是患上了师兄 红西关 红西关计划 少林无人知晓 少林弟子群情激愤下 方氏玉再次和红西关厮杀 赫海乌悔 对阵鬼虎神功 本是同根生 相奸何太极 两人失出同门 一时难分高下 表面上两人战斗异常胶着 暗地里却是相互留守 互相救助 神功在旁看不下去 直接摊牌 拿出红西关锁灰地图 大骂红西关是个养不熟的狗 方氏玉明白师兄计划 两人一同合力 放出牢内少林弟子 少林弟子人多势众 群情激愤下 光是践踏就是一场灾难 一时间场面混乱 两方人马互相厮杀 红莲寺内机关众多 铁龙落下 尖刺横移 逼迫少林弟子进入监牢 雪弟子也是带着火枪来绞杀 只有方氏玉和红西关身有轻功 飞檐走壁 逃离此处 两人一路奔逃 正好来到时事 此时 神功已对痘痘厌倦 就想将他作为人偶 感受死亡的美丽 方氏玉率先冲上救人 好在神功不在此处 只有翠和独自看守 红西关眼见翠和 不忍下手 方氏玉独身战斗 可方氏玉还得分神保护痘痘 翠和聪慧 直接砍断墓床 为保护痘痘不被压死 方氏玉只得顶住墓床 一人砍 一人顶 好在方氏玉没给少林丢人 就想结果翠和时 被师兄红西关拦住 红西关知晓翠和本性不坏 便想带他离开 红西关和翠和来到军火库 却不慎引发地上机关 翠和被机关锁伤 当场死亡 红西关这才名物 内心中也一直爱着翠和 另一边 氏玉和痘痘也掉落密室 密室内摆满尸体所制模型 菩萨身旁却是白骨累累 这时 雪狄子来到此处 再次和方氏玉厮杀 雪狄子为人奸诈 故技重施 挟持痘痘让方氏玉扔下武器 但不料痘痘宁死不屈 趁机撞飞雪狄子 此时洞内地动山摇 原来是红西关用炸药引发的大爆炸 雪狄子知晓不妙 连忙逃跑 最终方氏玉在火海中 用划刀将雪狄子血刃 师父带着众弟子逃离 看到神功所惠 佛已乐在地狱 气不打一处来 扔掉条幅 带弟子拜向佛祖 请求佛祖显灵指引生路 却不曾想 驱动佛像机关 伸出火枪引发众弟子惨死 师父大怒点燃火药 将佛像引爆 正好露出佛像后出口 另一边 方氏玉和红西关会合 两人一同对付神功 神功习有气功 手臂轻轻一挥 便可击退两人 方氏两人打出虎鹤双形 神功健壮 涌出无法无天 将气功依附在墨汁中 无边无际 无穷无尽 无上权威 无我境界 一时间 神功无可匹敌 墨汁处者急伤 碰者必死 这时方氏玉趁机用墨汁 弧住神功眼睛 和红西关合力将神功束缚 另一边佛像爆炸余威 带着佛祖残臂飞来 说巧不巧 正好击中神功 直接将神功杀死 僧人死伤惨重 实不存一 一同逃出红联寺 方氏玉带着痘痘回到乡下 红西关也掏出怀中面具 那面具是脆和的 火烧红联寺是由林领东指导 李若同 纪天生等人出演的动作武侠类电影 影片极具乱世景象和江湖气息 风格诡异 处处展露出压迫感 荒芜的沙漠中 寺外死尸倒挂 骷髅成堆 活埋者双手举天 都预示着这里是一个人间地狱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哟 梦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